这是刚刚完结的一部奇幻玄异局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死期将至 故事开始 男人因轻生招来了死神 惩罚他要以不同的身份连续经历12次死亡 而一切的起点都要从七年前那场面试说起 彼时的崔一仔是明刚不如社会的有志青年 不仅有着相爱多年的女友 还拿到了泰康集团的最终面试资格 不料面试这天发生的一场意外 令他开始了不断下滑的人生 一个轻生的男人从他眼前直直跑向了大马路 转眼便被飞速驶来的车子撞飞到路边 一仔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吓坏了 男人惨死的模样直到面试时还盘旋在他脑海 以至于他耽误了自己的面试 仅仅因为一次的失误 一仔不幸从面试中落选 并且开始了漫长的七年代业生涯 求职失败的他因为助学贷款的关系 开始过上负债的生活 肆虐全球的流行病又使得求职的难度变得更高 发出的无数份简历要么是沉大海 要么很快被刷掉 彭林的朋友无不忙着成家立业 而他只能为了求职和还债不停奔走 就这样坚持了七年之后 他再次进入了泰康集团的最终面试 可由于他没有大公司的工作经验 履历也只有大量的打工经历 让面试官产生了质疑 最终还是主面试官帮他解了威 主面试官对一仔的经历似乎颇有兴趣 从他幼年丧腹的经历便能看出他努力工作的理由 并且他能在四处奔走打工的同时考取多张证书 说明他是个十分自律的人 面试官的态度令一仔心中不禁燃起了希望 这时他却接到电话被告知 自己先前投资的项目是一场骗局 同学吞了他们的钱早就跑路了 一仔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就这样被骗光 去警局报案警察对此也毫无办法 而他当初之所以会被同学说懂 是想借此机会赚到钱和相爱多年的女友结婚 没想到却被信任的好友欺骗 偏偏这晚他去找女友智秀时 又恰好看到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将他送回了家 临别时智秀还抱着对方送的花束愉快交谈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一仔的自尊心 而他满身的酒气也引起了智秀不满 两人如今聚少离多 难得见面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想着一仔这个月有不少面试要参加 智秀便拿出一叠钱让他补贴生活费 谁知一仔不仅不领情 还质问智秀是不是找了别的男人 处在人生低谷的一仔对未来看不到半点希望 也不愿再耽误智秀的时间 于是这一晚向他提出了分手 一仔一天之内经历了积蓄被骗光以及和女友分手的打击 回到出租屋又发现房东收回了房子 因为拖欠的房租迟迟没有搅上 房东一怒之下将一仔的家当全部扔到了外面 在暴雨中被凌晨落汤鸡的他无处可去 第二天一早又收到了面试落选的通知 简短几行文字成为了压垮一仔的最后一根稻草 接连遭遇的打击让一仔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最终在这一晚走上了大楼的顶端 他怨恨七年前遇到的那位大叔 认为是他害得自己沦落至此 决定用死亡结束一切 一仔结束了自己卑微打工人的一生 可死后意识却来到了奇怪的地方 再度睁开眼时他居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原本空无一人的飞机舱内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位陌生的女人 女人不仅知道他的名字 手里还有他写下的遗书 只见女人摘下墨镜 转瞬之间便把一仔带到了明界 一仔留下的遗言激怒了死神 女人要他为自己犯下的罪顾付出代价 说罢女人上前一把揪住了遗仔的领子 将他带到了悬崖边 遗仔惊恐地望向山脚遍布的恶鬼 拼命大叫挣扎着想要逃脱 而女人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丢进了悬崖下的湿山血海 一再挣扎着从座椅上醒来 女人告诉他往后他将会面临12次死亡 他的灵魂会分别进到即将死亡的12个人体内 无论未来他从哪一副身躯里醒来 迎接他的都将会是死亡的结局 但如果他能使用那副身体避免死亡 就可以用那剧身体度过余生 可遗仔选择轻生就是因为不想活着 这对他来说根本没任何诱惑力 于是果断拒绝了对方 他至今还认为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点 而女人却告诉他现在才是开始 女人打了个响指随即消失在客舱 这时飞机也遇到了一阵气流 看着外面乌鱼密布的天空 遗仔果断为自己套上了救生衣 他本以为自己会死在乱流之中 没想到穿过气流后 飞机竟然又恢复了平稳 刚刚的一切只是虚惊一场 从恐慌中缓过神的他 这才想起要了解这副身体的原主人 机舱内的房间布置奢华 还摆放着名牌西装和手表 遗仔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正为此感到困惑至极 一个闪着光的晶体忽然进入了他的身体 原来这副身体的原主人名叫朴振泰 是遗仔生前想要求职的泰康集团二公子 是咬着钻石勺子出生的财阀三代 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 他与年长两岁的哥哥自出生起 就展开了竞争 两人名争暗斗多年 最终他凭借聪明的头脑 成为了泰康集团的头号继承人 目前正在接受就任代表李氏的培训 于是刚刚还一心求死的遗仔 马上改变了主意 毕竟这可是顶级财阀的身体 除此之外 他还有什么机会能体验过这种人生吗 可正当他为此感到窃喜时 飞机引擎居然发生了爆炸 随后整架飞机开始直线下落 剧烈的震荡令整个机舱的物体 开始满出乱飞 机长拼命想要阻止下落 但无济于事 一仔赶忙将自己固定在座位上 而此时故障的引擎再度发生爆炸 直接把机梯扯掉了一大块 机长瞬间就被抛到了舱外 空姐也差点被卷走 一仔伸出手奋力想要拉住对方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空姐飞出舱外 最终整架飞机都炸毁在了高空之中 一仔还没来得及体验富豪的人生 死后他又被召回到了民间 女人的桌上放着诡异的钟表 指针每倒退一次便代表着 一仔经历了一次死亡 同时女人的面前还放着一排子弹 子弹数量刚好是一仔剩下的死亡次数 女人向一仔解释了重生的规则 如果将这场死亡轮回比喻成游戏 那么他所进入的每副身体的主人 都是在没有进行存档的情况下 一路完到最后就结束了 而一仔则是从游戏结束前的存档点开始进行 根据他的行动也可能发展出不一样的结局 可把人放在即将爆炸的飞机上 他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一仔怀疑女人在戏耍自己 但女人却说那是他自己要想办法的事 并且如果一仔没能在这12次的重生中活下来 那么他最终将会被送往地狱 为了让一仔明白后果有多严重 女人大发慈悲 待他亲身领略了地狱的惨状 眼前恐怖的景象下的一仔眼泪鼻涕横飞 回来后都久久不能平复 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惩罚 女人却表示他错在没有等他去找一仔 而一仔却来找他 看到一仔痛哭流涕拼命摇头的样子 女人再次大发善心地告诉他 如果他能善用别人的身体存活下去 那么最终还是有可能不用去地狱 不过他提醒一仔这仍然是惩罚 为了让他了解死亡究竟是多么痛苦而施加的惩罚 随着女人扣下扳机 一声枪响过后一仔开始了第二轮重生 这一次他进到了一位极限运动员的身体 身体的原主人是拥有着四项世界纪录的极限运动爱好者 他现在正在挑战的项目是 不被降落伞从8000公尺的高空跳下 并且准确落入地面设置的安全网 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获得了大笔资金援助 并透过网络与电视向全世界进行直播 如果今天能够挑战成功 他就能从赞助商手中拿到30亿韩元的现金 接收了原主人记忆的同时 一再也获得了男人的运动天赋 很快便在空中找回了重心 下定决心要完成挑战拿到那30亿的奖金 此刻电视台总部正实时监控着收视数字 无数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见证这奇迹的时刻 随着仪仔离地面越来越近 收视率也随之水涨船高 仪仔满怀信心调整身位向着安全网冲去 结果却迎来了滑稽的结局 他直接摔在了地上死去 在这一世经历头骨断裂的痛苦后 他终于向死神认怂 女人告诉仪仔他犯下了比自杀更严重的罪过 只有想办法从惩罚中活下来才能免于承受炼狱之苦 但仪仔不明白自己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有何错之有 而答案只能由他自己找出来 随着一声枪响一载再次倒地 醒来后开启了第三次重生 这一次他重生到了一个高中少年的身体 随着记忆晶体的降临他看到了少年的人生 少年名叫全贺秀 五岁时父亲过世 是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 为了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 他不分昼夜的辛勤工作 贺秀十分心疼母亲也决心认真读书 然而学校却成为了他最恐惧的地方 他因无良校霸的欺凌成为学校里的边缘人物 不仅时常遭受校霸的殴打与辱骂 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不堪折磨的他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绝望之下贺秀打算就这样一死了之 他写下一封遗书正打算前往学校顶楼时 遗仔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身体 得知贺秀与自己同样抱着轻生的想法 遗仔内心不免有些唏嘘 但转念一想他只要阻止男孩自杀不就可以活下去了 正当他为此感到庆幸时 校霸再次找上了他 校霸像往常一样对贺秀连打呆骂 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如今的贺秀身体里装着的是一个成年男人的灵魂 他已一滴时解决了众人 正当遗仔想让校霸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时 一个大块头突然出现将他摔倒在地 原来看起来十分弱机的校霸身边竟有个身手了得的跟班 他力大无比又会点拳脚 很快便将遗仔打得无法还手 校霸仗着有跟班的帮忙对着遗仔拳打脚踢 而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敢站出来反抗他们 放学后遗仔被一行人带到体育馆学殴打 大块头见他被打得头晕眼花想要劝校霸收手 结果也遭到了校霸的打骂 看到学校武力值最高的人却被校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遗仔心里不禁好奇其二人的关系 好在这是校霸的女友来体育馆找他 遗仔这才得以解脱 不久后遗仔背着书包回了家 这一事他没有转生到富家子弟身上 而是重生在和他有着相似家庭环境的贺秀身体 两人都是单亲家庭长大 有个相依为命一起生活的母亲 母亲虽然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 但总会在冰箱里准备好丰盛的饭菜 即使工作繁忙也从未忽视过对孩子的关心 那时的遗仔想法非常简单 其实他想要的也从来不是成为有钱人 他只想过上平凡幸福的人生 像其他人一样顺利地就业 然后和心爱的人结婚 可那样的平凡于他而言却遥不可及 晚餐时喝秀妈妈做了儿子最喜欢的菜 看着家到碗里的肉 他不禁将眼前的女人和母亲的身影重叠到一起 对母亲的思念涌上心头 让一仔差点在贺秀妈妈面前失态 回到房间后他在手机里输入了母亲的号码 正犹豫着要不要拨过去时 孝爸的信息弹了出来 威胁着让他明天带五万韩元的保护费过来 而这样的勒索已经不止一次 贺秀生前为了拿到那些钱 只能不停对母亲说谎 这样的行为让他无比厌恶着自己 最终令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看过贺秀的遗书后 一仔决定要代替他向孝爸复仇 于是第二天他就找上了孝爸的跟班 一仔利用跟班对孝爸的不满进行挑拨 说自己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孝爸那家伙能当老大 明明跟班比他有实力的多 但原来跟班是被孝爸捏住了把柄 孝爸之所以能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是因为有个高年级的前辈坐靠山 那人是附近一带最会打架的人 孝爸因为小时候跟他上过同一家跆拳道馆 于是直接在学校投靠了对方 这才能借着前辈的名声狐假虎威 跟班也是因为惧怕前辈才只能任由孝爸使唤 发现是小团体派系问题一仔想到了方法 这天孝爸在食堂再度来找一仔麻烦 一仔没有任由他欺负 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食物整个倒扣在了孝爸头上 还在大庭广众下将其教训了一顿 孝爸本以为跟班会出手 但对方却只是干看着 让他在所有学生面前丢尽了脸面 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一仔和跟班私下通过了气 受不了委屈的孝爸立刻找到前辈为自己出气 前辈听说学校里来了个疯子 他二话不说就带人去了低年级的教室 而一仔面对这种情况却丝毫不慌 反而一脸人出无害的样子抬起头和对方打招呼 众人没想到孝爸所说的疯子 竟是个看起来没任何威胁的若即 当即失去了打架的兴趣 反而把孝爸臭骂了一顿 问他连这种货色都搞不定吗 你自己处理不了这种小角色吗 孝爸报复不成反而失去了前辈这座靠山 现在不仅对一仔毫无震慑里 连曾经的跟班也不再惯着他 还在众怒睽睽之下被教训了一顿 一仔解决了发生在贺秀身上的霸凌危机 却让孝爸变成了学校的边缘人物 如今的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 不只要像曾经的跟班低头 还被从前的女友一脚踹开 而他心里非但没有一丝毁过 反而对一仔产生了强烈的恨意 正当一仔一身轻松地想要以贺秀的身份好好活下去时 孝爸再一次找上了他 这一晚他喝得烂醉如泥 嘴里不停抱怨着一仔害自己脸面近视 结果又遭到了一仔的痛骂 一仔的一句废物深深刺痛了孝爸的自尊心 想到在学校被人蔑视的眼神 他彻底陷入了癫狂 直接在巷子里追上了对方 一仔没想到会招来孝爸的极端抱负 就这样猝不及防结束了第三次的重生 醒来后他质问女人凭什么孝爸欺凌别人不用受到惩罚 自己明明避免了贺秀自杀 但还是没能活下来 他怀疑女人是为了惩罚自己故意从中作梗 其实本意只是想看自己苦苦挣扎 他狂妄自大的发言很快便换来一顿收拾 在死神的绝对力量面前 一仔根本没有反抗的空间 随即女人便告诉他贺秀原本的确选择了轻生 而一仔之所以会有那样的下场 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造成的结果 一仔当下就有些沮丧 自己明明那么努力还是没能活下去 然而女人马上又给他安排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随着一声呛响他很快开启了第四段重生 这一次他竟然进入了一个黑帮男子的身体 此刻正被人五花大绑进行着严刑拷问 眼瞅着对方就要将他的眼睛挖出来 记忆晶体终于出现让他看到了男人的过去 男人名叫李祝勋 职业是黑道万世通 他所效力的组织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委托人解决麻烦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杀人 男人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同时也是老大信任的得力干将 而他却因偶然的机遇爱上了老大的女人 为了能和心爱的女人远走高飞 他偷走了老板私藏的10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 打算带着这些钱和女人逃往国外 但他却在钱去会合的路上被老板抓住了 了解了来龙去脉的仪载马上展开了反击 得到记忆的他同时也继承了男人的能力 凭借着出色的反应和灵活的身手 他很快便将一众打手全部撂倒 虽然黑帮男拥有极高的武力值 可以他眼下的处境什么时候死去都不奇怪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一想到男人藏起来的秘密资金 他当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活下去 然后找到那笔钱改变自己的人生 说着他走到门边按下开关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发生在正在移动中的货车上 下一刻他便骑上机车从高速行驶的货车上飞奔而出 醒来的小弟马上将对方逃跑的消息报告给了大老板 老板当即以高额悬赏金对他发布了追杀令 悬赏一经发布 潜伏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杀手全部倾巢而出 不久后三台黑色商务车便尾随上一载 一载一边控制着机车方向 一边躲逼着后方射出的子弹 他灵活地穿梭在各个车辆之间 把一众杀手耍得晕头转向 随着追击而来的货车打滑失去重心 一载趁机降下车速 将杀手们引向了前方的货车 他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将老大和一众杀手甩掉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和女友约定碰头的地点 原本打算用这笔钱开启不一样的人生 但没想到却遭到女友的背叛 告诉了女友钱的位置后 女友对着他就是啪啪几枪 一载第四次重生再次以死亡告终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在助勋女友的手上 引来了死神的嘲笑 原来李祝勋上一世也是同样的死法 只是一载重生后只顾逃命 完全忽略了李祝勋女友也在觊觎这笔巨款 但幸好他死前并没有把具体的藏钱地点说出 暗自决定要利用下一次重生的机会 找到那一百亿韩元 女人似乎看穿了一载的想法 第五次转生竟然把他安排进了一个囚犯的身体 这下别说找到那一百亿韩元了 他能活着走出监狱就不错 这时玉井忽然打开了牢门 本以为自己可以出去了 但原来身体的园主人前不久因打架斗欧被关了禁闭 今天刚好是他出禁闭的日子 在回牢房的路上 操场犯人们全部用凶声恶煞的眼神盯着他 但由于记忆精体迟迟未现踪影 遗仔的心中也充满疑惑 好在牢房里的狱友们看起来对他都很客气 并且他在这里还有个小跟班 从跟班那里他得知两人还有四天就可以一起出狱了 正当他为此感到庆幸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第三次重生时杀害了遗仔的孝霸竟然成为了他的育友 虽然孝霸现在已经认不出他 但看到对方那张欠揍的脸遗仔实在是忍不住了 对着他就是一顿殴打 育友们看到这一幕赶忙拉开遗仔 他这才发现育友似乎都很惧怕孝霸 正感到困惑之际记忆精体终于出现了 一在这一世转生的男子名叫赵太上 今年仅有21岁 他从小梦想着成为格斗选手 但因为家境贫寒最终被迫放弃 为了还清家里欠下的债务 太上经熟人介绍接了一项委托 委托人是某个知名财罚公子哥 因为酒驾开车撞了人需要找人顶罪 见对方的律师开出两亿的酬劳 太上没忍住诱惑答应了对方 本以为他未满18岁会被判处缓刑 并且很快就会得到释放 可没想到被害人在庭审的过程中不幸去世 太上最终被法官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判决下来后太上在法庭破口大骂 杀人的罪名也让他成为格斗选手的梦想化为泡沫 对结果不满的太上找来律师协商 威胁对方把报酬加码到十亿韩元 否则自己一出狱就会马上聘请律师 去警局将顶罪的是说出 至于他和孝霸成为狱友 纯属是死神的恶趣味安排 孝霸因杀害贺秀被关入狱 刚好和太上关在同个牢房 彼时的太上还是牢房里的老大 起初他们并没将孝霸放在眼里 但没想到孝霸来的第一天 就用杀人的罪名给自己立了个不好惹的人设 还说自己是心理病态 满脑子都是想杀人的冲动 奉劝大家别来招惹自己 除非他们想成为自己下次嗜血的牺牲品 了解了来龙去脉的遗仔当即发出一阵嘲笑 没想到在学校里胡夹虎威的校霸进了监狱也还是老样子 竟然为了恐吓玉友将自己伪装成变态 遗仔实在看不下去校霸的装模作样 于是命令小弟去门口望风 决定亲自给他点颜色瞧瞧 校霸装逼失败 被遗仔连抽了几个大耳光都不敢还手 最后只好狼狈地跪在地上求饶 而遗仔并没有就这样轻易放过他 他警告校霸既然犯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过 就应该好好悔过 而不是想着怎样在监狱里作威作福 随后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校霸先前的事迹抖了出来 众人这才得知他根本不是什么杀人魔 只是一个霸凌同学不曾反被教训 还因一时嫉恨从背后偷袭杀害同学的小人罢了 获知真相的狱友们愤怒不已 不敢相信自己被个小毛还糊弄了这么久 一气之下将他围在中间狠狠收拾了一顿 黑历史被扒的校霸再次过起了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 一夜之间就从人人惧怕的杀人魔变成了食物链底端 这让遗仔心里相当解气 可没想到出狱前他再次迎来了危机 在工厂工作的时候 一位犯人竟然故意将刀片对准了他 幸好刀片弹出的一瞬间遗仔反应迅速地躲开了 而那名下手的犯人却被弹回来的刀片割中了脖子 遗仔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赶紧叫来狱警把犯人带走进行抢救 不料这竟然是专门为他安排的陷阱 狱警离开后一众犯人对他发起了袭击 为了防止他出狱后把顶罪的是曝光 财阀的律师在监狱发布了高额选赏要取太上的信任 好在太上是格斗选手拥有异于常人的体魄 继承了这一点的遗仔轻轻松松便将犯人们全部撂倒 等小弟抄着家伙赶来时 遗仔早已经结束了战斗 事后两人坐在一起谈心 小弟问遗仔会不会后悔被关进来 其实遗仔又何尝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尤其是当他见过地狱的景象后才发现 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了 于是他安慰小弟出狱后也要好好生活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 遗仔出狱的前一晚 笑爸半夜趁所有人睡下后忽然起身去了卫生间 他竟然偷偷摸尖了牙刷想顾忌重尸 还好这一世的遗仔对他留了个心眼 的性命来解决问题 遗仔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人渣 但一想到外面还有100亿韩元在等自己 遗仔最终按下了这股冲动 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惩罚对方 于是他故意在笑爸面前提起了高中发生的事 笑爸听后当即愣住了 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遗仔随即指向了后面空无一人的墙壁 告诉他其实全贺秀一直在跟着他 还说自己有阴阳眼可以看到鬼神 见笑爸不相信自己 又对着空气与贺秀开始对话 把当初在食堂往笑爸头上 扣了一碗冷面的事说了出来 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把笑爸吓得魂飞魄散 让他当场被吓成了尿试镜 直到遗仔出狱的前一刻 还在疑神疑鬼的观望四周 而为了能将这份恐惧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 遗仔临走前还故意留下了一盒草莓牛奶 想到当初他威胁遗仔帮他买的草莓牛奶 他吓得丢了出去 遗仔虽然很想亲手解决这个人渣 但由其他人来动手 让笑爸余生都活在名为恐惧的监狱里 更加痛不欲生 也许到那时就算是笑爸这样的人渣 也会迎来真心悔过的那一天 遗仔和小弟在这天一起离开了监狱 太上的母亲并没有来接他出狱 反而是财阀手下的律师找上了他 并且律师后面还停着一辆黑色的面包车 遗仔心里立即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上车后律师交给他一只手提箱 里面装着满满十亿含元的现金 他们没能在监狱里解决掉太上 只好同意给他十亿的高额封口费 而遗仔生怕接受这笔钱会为自己带来麻烦 二话不说就把钱还给了对方 还向其保证会对顶罪的是守口如瓶 他反常的态度让律师无比困惑 不久后遗仔回到了上一世遇害的码头 他凭着记忆乘船找到了李祝贺藏钱的地方 竟然真的在一间小破屋里挖出了大量的现金 和一代价值连成的钻石 一时间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 正发愁该如何使用这笔钱时 他在睡梦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这是一阵铃声将遗仔惊醒 原来是太上母亲打来的电话 通话界面将他的记忆拉回到轻生的那晚 那时他看着母亲的来电并没有接起 此刻听到太上妈妈在电话里关切的话语彻底破了房 那个午后遗仔在小破屋泪如泉涌 原本想一声不吭人间蒸发的他把钱分成了两份 一份被他存进了地铁站里的临时储物柜 另一份他打算亲手交给太上的母亲 将老人家安顿好他再离开 本以为这趟回家的旅途不会再有意外发生 然而还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遗仔被人连捅树刀倒在了巷子 而对他下手的人竟然是两年前被撞死的女孩的父亲 当时的太上由于是未成年 仅仅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而法庭上的他不仅毫无悔意 还破口大骂的样子彻底激怒男人 于是他苦等两年终于等来了为女儿报仇的这天 遗仔出狱时看到的面包车就是男人在跟踪他 可他并不知道太上其实是替人顶罪 当遗仔把真相告诉给男人时 男人彻底崩溃了 恰好这事旁边有脚步声响起 男人赶紧丢下遗仔逃离了现场 看到来人是自己在狱中的小弟 遗仔当下便松了一口气 他虽然受了重伤但还不至于丧命 可没想到小弟却忽然换了副面孔 原来律师不止买通了其他犯人 连小弟也没放过 他为了拿到悬赏金早就在计划着要杀掉太上 反应过来的遗仔立即表示自己也可以给他钱 然而讽刺的是小弟根本不相信他这样的穷鬼手里会有钱 随即连捅束刀将他刺死在了巷子里 直到厌弃的最后一刻 遗仔都没能接起母亲的来电 就这样遗仔遗憾结束了第五次重生 醒来后还沉浸在对母亲的愧疚中久久不能自拔 死神显然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毕竟遗仔本来就是不会顾及遗属哀伤的自私家伙 又怎么会留意到那个一心寻仇的老父亲 遗仔完全没能理解女人话中的含义 一心只想在储物柜道期前拿回秘密资金 不成小女人早已看透她内心的想法 可等她反应过来时子弹已经射穿了她的脑门 而再次睁开眼时 她竟然穿到了一个婴儿的身体里 上一世她把一笔巨款存进了临时储物柜 眼下正为了拿不到这笔钱而嚎啕大哭 孩子的母亲一边对客人们道歉 一边将她带离了餐厅 正当她好奇婴儿会有什么危险时 孩子母亲露出了可怕的一面 对着她嚎啕大骂 一再被眼前这一幕吓傻了 不久后女人便将她带回了家 然后不由分说将她摔到了沙发上 最后还是孩子的父亲将她扶了起来 看对方一脸亲切的模样 一再原本还在庆幸至少父亲是个正常人 但结果下一秒 男人就举着过期四个月的罐头要喂给他 见他不肯张嘴便开始破口大骂 很显然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家常便饭 而夫妻俩的行为也早就引起了旁人的怀疑 甚至有人举报给了社工和警察 可就在两人想要检查一再身上是否有痕迹时 孩子爸忽然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两人一看对方也是福利机构的人员 当即便对他打消了戒心 尤其是在看到桌上温馨的家庭合影 更是把检查的事抛到了脑后 一再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想要引起两人注意 却只被当成了寻常的孩子哭闹 而送走了警察和社工后 这对夫妻更是将满腔的怒火全部发泄到了他的身上 最终一再被活活闷死 猝不及防结束了这短暂的一生 醒来后他心情无比沉重 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然而女人却说父母没有应当要做的事 只是你一直以来都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罢了 一再自知李亏说不过女人 只能求她尽快让自己开启下一世 却被女人嘲讽活着的时候怎么不这样努力 女人可以听到姨仔的心声 也知道她急着去找秘密自尽 但她并不在乎姨仔要做什么 因为就她目前为止的观察来看 她确信姨仔无论怎样挣扎 最终都无法摆脱死亡的结局 但她提醒姨仔如果敢企图杀人 到那时她就会出手介入 姨仔此时并不明白女人为何会这样说 毕生枪响过后开启了第七段重生 这一时她转生到了样貌帅气的男子身上 只是她现在并没有心情了解男人的经历 她一路争分夺秒赶到了地铁站 终于在储物柜被回收前 拿回了上一室藏在这里的秘密自经 直到这时记忆晶体才找上了她 姨仔这次使用的身体主人名叫张建宇 是一位年仅24岁的知名模特 从小便因优越的外形而备受欢迎 利用这副天生的好皮囊 她年纪轻轻便累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和名气 而她居住的地方也无不透露着主人的财力与品位 至于前世的那对夫妻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姨仔 只恨自己不能亲自出庭作证 正好奇着张建宇这样单纯的模特 会惹上什么杀鸡之事 他被朋友的一通电话叫到了夜店 原来今晚张建宇有一场重要的会面 关系着他是否能成为泰康集团的代言人 但姨仔忘了张建宇不胜酒力 因为喝了太多酒差点在派对主办人面前出了大酒 而那人正是泰康集团的二公子调振宇 同时他也是前世面试姨仔的那位主面试官 但酒精上脑的姨仔并没认出对方 只是觉得此人颇为眼熟 经过一夜的狂欢过后 烂醉如泥的姨仔一觉睡到了天大亮 还是剑雨的哥哥来家里叫醒了他 他这才得知哥哥即将要去美国出差一个星期 而姨仔需要在这期间帮他看管自家的咖啡厅 他原本打算等对方出国后就带着钱离开 可这天店里却迎来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 姨仔从未想过重生后竟会再遇到前世的女友 曾经交往时的记忆一幕幕在脑海闪过 遥想那年在漫天飞舞的樱花雨中相遇时的心动 怎样也不会想到在遗憾中离别的二人 会再次迎来痛彻心扉的重逢 只是这一次她无法以姨仔的身份与她相认了 透过店员的介绍姨仔了解到 女友智秀是这间咖啡厅的常客 如今的她已经辞去了原本的工作成为了专职作家 因为就在前不久她的小说拿到了征集大赛的第一名 姨仔很快在网上查到了当时的新闻 采访时记者曾询问智秀获奖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智秀表示是她的男友 看到采访的当下姨仔才反应过来 自己提出分手的那晚就是智秀获奖的那天 当时的信封礼装的就是她获得的奖金 而自己非但没有领情还选择离她而去 了解了这一点后 姨仔立即跑到楼上的书店找到了智秀获奖的小说 智秀曾说过即使是完全虚构的小说 作者也难免会在当中融入自己的阅历与生活 因此写作就像是把真实的自己剖开在读者面前 实际看过小说的内容后 姨仔终于明白了智秀话里的含义 因为小说中有几段情节完全就是她和智秀的亲身经历 彼时求职屡屡失败的她 看着智秀身旁络绎不绝的追随者时 曾坚定地表示自己会成为配得上她的男人 这世上不会有任何男人比自己还要更珍惜更爱她 哪怕智秀有天要离开自己 她也一定不会放手 因为男人或许可以为了心爱的女人放弃性命 但绝对不会放弃那个女人 那时的姨仔曾许诺永远会陪在智秀的身边 为了支持女友的梦想 她也曾承诺会在女友成为作家的那天送上只属于她的缸底 事实上她确实提前买好了智秀当时看重的缸底 还拜托店员在上面刻上了她的名字 只是这份礼物最后并没能送出去 被她一起遗忘在了那个狼狈的雨夜 智秀一直在咖啡厅忙到了天黑 直到家人来接她一起晚餐才离开 姨仔也是这时才认出来 原来分手那晚送智秀回家的是她的亲哥哥 而她竟然因为自己的自卑感误解了智秀 于是离开的计划再次被搁置 姨仔决定为了智秀将咖啡厅继续经营下去 第二天当智秀再次来到咖啡厅时 姨仔以书迷的身份与她重新相识了 她告诉智秀自己正在构思一本小说 想听听她的意见 她故意省略了和智秀交往的部分 把自己亲生后遇见死亡又不断经历重生的经历讲成了故事 智秀起初觉得她有点奇怪 但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了 甚至因为姨仔将主角的情绪描述得过于生动 听起来就像是在讲述她的真实经历 两人在咖啡厅度过了愉快的下午 临别时姨仔拿出小说拜托智秀签名 令她意外的是 智秀所用的钢笔正是自己生前准备的礼物 原来在她死后母亲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支钢笔 随后又将她转交给了智秀 此时的姨仔恐怕无法想象失去所爱之人是怎样心痛的感受 那之后她每天都会等待着智秀的出现 在她来到咖啡厅时跟她分享自己的故事 就像只针对一人的连载小说一样 与她分享自己所经历的每一次死亡 但这天智秀问了一个令她猝不及防的问题 你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为什么从来都不去找她妈妈 姨仔表示她没有勇气面对妈妈 这天两人聊到了很晚 智秀虽然很想再听下去 但考虑到天色已晚还是匆匆离开了咖啡厅 而她刚一出门外面便下起了大雨 就在她狼狈地在雨中奔跑时 姨仔举着一把红色雨伞叫住了她 因为担心智秀要淋雨回家 姨仔特意追出来送了一把雨伞 离开前还对她说了句明天见 然而回到咖啡厅后没多久 一辆警车便从门口鸣笛而过 姨仔原本正忙着擦拭杯子碎片划破的伤口 就听到两个客人在讨论附近有个女生出了车祸 她心中立即有了不好的预感 当下便丢下店面跑了出去 出车祸的现场此时聚集了大量围观人群 看到不远处掉落的红色雨伞 姨仔立马慌了神 大喊大叫着冲上前查看伤者的情况 一阵混乱过后她才看到好端端站在人群里的智秀 原来智秀并不是遭遇车祸的人 但姨仔情绪失控的样子引起了她的好奇 姨仔解释说她以为是认识的人出了事 智秀便猜想那个人对她来说一定很重要 因为姨仔刚刚被吓坏的样子 像极了当初的自己 那晚她收到姨仔跳楼的消息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智秀擦掉眼泪匆匆离去 她告诉姨仔自己明天不会去咖啡厅了 因为听了对方的故事总会让自己想起一个人 第二天一早智秀便来到墓园探望姨仔 她对着灵魏向姨仔述说着自己的思念与后悔 后悔没能在那晚开口挽留她 幻想自己当时如果能留下她 姨仔是否不会选择轻生 而已经重生在他人身体里的姨仔 只能远远看着这一幕 智秀离开后她第一次来到了自己的灵魏前 再一次迎来了意想不到的重逢 母亲的突然出现令姨仔差点当场失态 赶忙整理了情绪躲到了一旁 她看着母亲一言不发地擦拭着自己的灵魏 又看着她按耐不住内心的思念躲到了洗手间 直到听见里面传来悲痛的哭声 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 跑到外面嚎啕大哭起来 她曾以为自己的轻声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但却恰恰忽视了至亲至爱之人所承受的痛苦 回去后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装进了塞满现金的袋子里 告诉她这笔钱是一载投资虚拟货币赚来的 让她可以安心使用 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 她输入密码悄悄回去了一趟 家中的摆设还和从前一样 看到摆放着的合影时她彻底破防 丢下袋子直接跑了出去 她一路跑到了街上 刚好停在了一块广告牌下面 乌鸦飞起时带动了生锈的螺丝 巨大的广告牌就这样从高空坠落 一仔差点以为自己又这么不明不白领便当 醒来后才发现原来是噩梦一场 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缠绕在心头 这一晚一仔心中总是弥漫着不安感 于是便提出要送知秀回家 回去的路上两人再次聊起了一仔的故事 知秀希望她的故事能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因为她觉得主角实在太可怜了 虽然经历了重生 却也时刻面对着死亡的恐惧 活在恐惧中的人生并不算是真正的人生 而且如果不能以本来的自己活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知秀的这番话彻底点醒了一仔 因为担心着可能随时会找上来的死亡 她向知秀坦白了自己真实的经历 真实的她曾经有个交往七年的女友 但在交往时 她却并没能让女友看到自己体面的样子 当女友忙于工作忙于和同事的应酬时 她只能在餐厅里打工维持生计 可尽管如此女友却并没有嫌弃过她 即使在她觉得无地自容的时候 也会无比自信地向所有人介绍她 一仔滔滔不绝讲述着只有二人能懂得过往 知秀仿佛在这一刻看穿了男人身体里的灵魂 就是自己深爱着的人 紧接着一仔向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尽管眼前男人的言谈举止令她无比熟悉 可这样的经历却让人难以相信 正当一仔想要继续解释时 一辆红色跑车忽然冲向了二人 一仔被突然冲出的跑车撞到头破血流 口中不停呼唤着智秀的名字 而从跑车上下来的男人却玩弄着打火机走到了面前 定睛一看那居然是泰康集团的二公子 一仔此时才想起 眼前的男人正是给极限运动员提供资金的赞助商 同时他也是指使律师找泰上为其顶罪的财阀 并且就连调证泰城上的那架失事的飞机也是他一手安排 当时正是委托给了黑帮男效力的组织 而他显然对撞死人这件事毫无负罪感 反而走到一旁观赏起了被撞的面目全非的智秀 随后他便发现了尚存有一丝气息的一仔 说着男人戴着手套活活捂死了一仔 从第七次重生中死去的一仔久久无法释怀 他愤怒大吼着一定要杀了那个混账 但在那之前他将目光投向了女人 一仔对着死神扣动了扳机 确定他真的中枪后 就想回去找杀死女友的嫖太语报仇 然而枪里怎么都射不出子弹 突然死神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火不能被燃烧 谁也不会被禁尸 所以死神不会死 一仔没心情聊这些东西 他只想知道为什么智秀也被安排丧命 没想到死神猜到一仔觉得是因为他女友才死的 立刻幻化成了女友的样子 坦言智秀本来今天就要死的 改变的唯一是认识了和他一起死的张建宇 也就是说女友会死在嫖太语的手上 一仔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死神却告诉他这个答案需要他自己去寻找 说吧就要进行下一轮惩罚 一仔恨不得马上杀了那个混蛋 死神却说他如果动手的话 自己会出手介入 并且叮嘱别以为能打破他定下的规则 话音未落就操控杀死自己的那颗子弹 精准地命中了一仔的额头 一仔清醒后看到的是一双沾满鲜血的手 镜子里的男人也非常的陌生 他打开灯后 发现客厅陈列了非常多的画作 而画上的人物都极其的痛苦 就在这时记忆晶体飞了过来 男人名叫郑奎哲 从小就展现出了不俗的绘画能力 然而却不被这个世界认可 成年后的一天 偶遇一个想不开的人轻生 奎哲看到这个场面后非常的兴奋 便将当时的场景画了下来 没想到一经问世就大受好评 且以惊人的价格卖出 在那之后他主动作案 带回画室残忍处理 每一幅画作相当于一条人命 被害人达到了恐怖的15人之多 一仔检索完记忆吓坏了 忍不住地跑到卫生间吐了起来 没想到这次的躯体 竟是个残忍的连环杀人魔 然而比起这个 他更想利用杀人魔来杀了泰宇 第二天一早 遗仔来到女友悲壮的现场 凭着剑宇的记忆走至一处排水口 在里面捡到了送给女友的钢笔 原来剑宇在临死之前看到 殷科要泰宇让律师顶包 而律师将行车记录仪丢进了这个排水口 他虽然主动报了警 但说什么就没听到 一转头遗仔带着雕刻刀 谎称是记者要求见见泰宇 然而没有预约 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 就在一再准备返回时 他突然莫名地流出大量的鼻血 紧接着就晕了过去 经检查躯体换了脑瘤 医生通知已经到了晚期 最多还有一个月的生命 然而他却开心地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助手打来电话 有位买家想买画作 并且坚持要见一面 而这个人正是朴泰宇 于是遗仔立刻赶回了展厅 以画家的身份和仇人第一次见了面 其实想买的这幅画 一共用了五个人的血 泰宇听后和遗仔产生了共鸣 抛开遗仔不谈 二人还真的都是变态杀人魔 其实遗仔想趁这个机会杀了泰宇的 却又担心死神真的会插手 便决定亲自将画送到泰宇的家里 一个既不会违反死神的规定 且又具有诱惑力的复仇方法应运而生 泰宇离开后 被父亲逼着参加了弟弟的祈福 可进行到一半他就坐不住生气 老头子总是提起那个死人 顺手在钢笔里取出几颗药 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很快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驾驶车子飞速前进 恰好被一老一小两名警察撞见 他俩就追了上去 小警察盘问时发现泰宇状态不对劲 便强行地把他拖下了车 然而泰宇给警察听听长打了一通电话后 那头不仅让小警察放血 还必须向人家道歉 可小警察到完歉他却不接受 泰宇逮住小警察好一通毒打 直至打倒在地才算消遣 随后从钱包里掏出一达现金作为医药费 就开着跑车消失在了夜色中 泰宇回到家发现仪仔站在家门口 他也没多想 以为是来送话的 然而却被吐了一口口水 可要静还没过 他打不过仪仔 没两下就被制服了 镜头一转 仪仔把泰宇绑回了家里 准备杀了这个混蛋 然而却突然晕倒了 泰宇都猛了这是闹哪出啊 当仪仔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还没来得及弄轻状况 泰宇就分享了自己的杀人经验 原来他撞死的第一个人 就是改变仪仔人生的那个死者 然而泰宇看着他苦苦哀求的样子 心中莫名地产生一股快感 但之后无论撞死多少人 都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感觉 不过现在终于有那么一丁点兴奋了 说罢便用电锯将奎折分了尸 仪仔痛苦地在炼狱门口醒过来 死神嘲笑他这次是 所有死亡时最痛苦的一次 没想到仪仔却笑得特别开心 甚至发出了声音 因为他早在分尸的房间安装了摄像头 故意晕倒引诱泰宇杀了自己 然后把他的犯罪过程全部拍了下来 然而死神猜到仪仔是故意被杀的 目的是惩罚那个家伙 可这样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看来他还没有体会到真正的含义 说罢开始了下一次的惩罚 这次仪仔的躯体是上一级的老警察 因为嫖泰宇打人事件 小警察对他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这时记忆和能力晶体飞了过来 老警察名叫安志亨 他的父亲曾是个警察 在逮捕重大罪犯的途中训斥他 从小智亨想成为和父亲一样帅气的警察 然而通过了考试那天 母亲却害怕儿子像丈夫一样因公死去 渐渐地患上了心病 最终智亨为了宽慰母亲 发誓不管什么案件都会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 致使在一次行动时 有位同僚因他的退缩失去了生命 从那以后大家都看不起智亨了 没过多久母亲去世 留下了一个被公认只想保全性命 没有责任和血性自己也那样认为的儿子 仪仔刚接收完信息 就看到有个人当街行凶 而他正是杀害太上的小安 智亨上去一招就把这人制服了 英勇的行为被围观的群众拍了下来 事件在网上发酵得很快 同事们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另一边 朴太宇已经恋上分尸 他哄骗贴身秘书 晚上一起去个特别的餐厅 与此同时 智亨带着小警察抄到了画家郑奎哲的家里 表面上是调查连环杀人案 实际上是拷贝朴太宇的杀人视频 然而他复制完后就全都删除了 这个行为恰好被小警察给看到 不过没有当面戳穿 很快警方封锁了画室 在取证的时候都惊呆了 不单单是手术台 每幅画上都有血字反应 此时朴太宇刚到画室大门口 就被智亨给拦了下来 好心提醒这附近发生了连环杀人案 并且记下了秘书的名字 因为谁知道他会不会失踪呢 说罢看向了朴太宇 勇斗持刀歹徒 再加上破获连环杀人案 瞬间让智亨的名声大噪 但却彻底地惹怒了朴太宇 他打电话给老白 让其处理画家的尸体外 将智亨刑警也一并看着办 与此同时 智亨将视频证据交给记者 记者亲口承诺今晚会独家报道 回到警局 小警察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不把视频证据交到局里 其实智亨也很无奈 如果交到局里或者上级的手上 一定就会有人只是将其销毁 这次他一定要让朴太宇 受到应有的惩罚 突然一再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原来妈妈的家里突然出现一袋现金 警方查遍了监控 好不容易找到放钱的人 但去找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撞死了 仪仔没想到死了还给妈妈添了麻烦 等调查完毕后 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打招呼 妈妈一脸诧异地转过了头了 智亨赶紧解释一时间着急叫错 他忽然看到妈妈的鞋带松了 立刻俯下身子去系鞋带 妈妈说这是他儿子第一次给他买的鞋 仪仔想不明白 为什么不把钱留着自己用而是报警呢 原来妈妈觉得那是上天 对无法保护自己孩子的罪人给予的惩罚 仿佛就像拿儿子的命换来的钱一样 他想要告诉上天那些钱换不了他孩子的命 当天下午仪仔给妈妈送了些吃的 叮嘱他要按时吃饭 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遇到了袭击 晚上朴泰宇接到了电视台台长的电话 称智亨接获了他杀人的情报 今晚可能会被播出 不过他会试着拦下来 紧接着朴泰宇打给了老白 然而接电话的人却是智亨 原来他先用手攥住了匕首 然后抡起胳膊一拳制服了杀手 总之这次遗载一定要制裁朴泰宇 可以转头 他就被厅长叫到了办公室 正中央做的正是朴泰宇 朴泰宇挑明只要睁只眼闭只眼 就给智亨一切想要的 包括警察厅厅长的位置 没想到智亨掏出了送给女友的钢饼 当着朴泰宇的面把贿赂合同死得粉碎 毅然决然地表示二人的孽缘就在这一世做个了结 万万没想到 当晚的新闻竟然播报朴泰宇自首杀了画家 在律师的运作下 朴泰宇成了一个被无辜绑架 得知对方是连环杀人魔后 为了防止继续有无辜的人被害 所以才决定杀了杀人魔的英雄 智亨提供的视频资料 只播了走进画室的镜头 后面的真相部分直接剪了 最终朴泰宇杀人案已无嫌疑结了案 离开警局时朴泰宇警告智亨 故事虽然很精彩 但结局是他来定的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因为自己有仇必报 一周后朴泰宇飞往国外出差 他习惯性地吃了两颗药 然后就躺在了床上 突然飞机剧烈地颠簸 他立刻走出休息室查看情况 大屏幕上列举了所有被朴泰宇杀害人的名字 警告他会受到惩罚 此时飞机正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 大屏幕给朴泰宇30秒的时间逃命 不然就会像他弟弟那样死去 但却给了一个可以被降落伞的机会 紧接着倒计时就开始了 同时发动机发生了爆炸 很快倒计时结束 朴泰宇巴在飞机破损的地方苦苦支撑 不过最终还是被强大的风力吹了下去 就在他撑开伞落地的瞬间 被一辆汽车撞飞出去老远 开车的人正式制哼 原来他早就猜到会是这个局面 凭借着杀手的记忆 搜查到了朴泰宇雇佣老白杀人的证据视频 又根据弟弟的记忆将哥哥的药换成了大伎量安眠药 然后把证据视频上传到了 跳伞运动员的社交账号 成功地利用他的影响力散播了出去 最终跳伞降落 依照视线安装的定位 狠狠地撞了朴泰宇一下 仪仔愤怒地捂住他的嘴巴 是要替女友报仇 突然死神降落在身后 留给仪仔的时间不多了 这时口袋里的钢笔掉了出来 他回想起女友曾说过 希望不断重生的故事是好的结局 就在仪仔放弃站起身时 朴泰宇想要袭击他 然而却被降落伞带飞到了卡车前 随着朴泰宇杀人事件的曝光 他的罪名基本上坐实了 但因为被撞成了重伤 警方还没有依法进行拘捕 不过苍天有眼 他的双腿已经截肢 下半辈子都得以 扮植物人的状态生活了 仪仔第一时间来到 女友的灵谷塔前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红了眼眶 最终将钢笔留在了这里 这之后仪仔以制亨的身份 活了一段时间 由于拼了命的破案 以至于过程总是很危险 连带着小警察也经常受伤 这天他的妻子和女儿来医院探病 看到打着石膏的胳膊后 妻女两个当场气不成声 为了缓解气氛 仪仔提议带小女孩色奇去便利店 色奇好奇警察工作完回家 都带着伤的吗 爸爸经常那样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爸爸不要再受伤了 仪仔想了想 和色奇约定以后 不会再让小警察受伤了 拉钩的时候 色奇注意到了叔叔手上的疤痕 于是从包包里掏出个窗壳贴 贴在了仪仔的手上 然而没过多久 仪仔和小警察在追捕毒贩时来到一处天台 毒贩掏出一把枪 此时制亨想起了对色奇的沉默 又看了看旁边的小警察和他那美满幸福的家庭 心想虽然救不了女友 但这次绝不允许类似的事发生了 毅然决然地扑向了毒贩 就这样仪仔结束了生命 惩罚还剩下三次 这次虽然是为了救人而亡 但死神却似乎并不满意 反而坏坏地笑了起来 随即倒数第三次惩罚开始了 这一次仪仔的躯体是个乞丐 他忽然听到关于制亨的死亡报道 决定去殡仪馆祭奠一下自己 然而刚走进灵堂就看到了小警察一家 色奇感谢叔叔遵守了约定 希望能在天上守护着大家 小警察实在是太难过了走出了灵堂 这时仪仔对着色奇打了个招呼 却把孩子吓得报警了妈妈 紧接着母女俩就躲进了吊咽厅 这时工作人员以为仪仔是来讨饭的 随便打包了一些饭菜让他尽快离开 仪仔这才意识到 但无论怎样都和自己毫无关系 索性扭头走进了楼梯间 恰好看到默默掉眼泪的小警察 小警察此时非常后悔 曾情绪激动地对着前辈说了伤人的话 并且不断地自责 若不是因为自己可能就不会死了 仪仔听到这些话 上前拍了拍小警察 安慰他不是他的错 所以请不要自责 制亨警察不会那么想 应该会庆幸在那一刻跳下去 警察问他是谁 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听到这句话仪仔有些结巴 对啊自己是谁呢 连一个身份都没有 他摇了摇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小警察以为乞丐是个疯子 没有过多纠缠便走了 此时仪仔回想起女友说过的话 人如果不能做自己的话 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仪仔终于明白 无论转生多少次只要不是自己 就丝毫没有意义 就在这时记忆和能力晶体飞了过来 仪仔受够了惩罚开始拼命地逃跑 然而脚下一滑整个人静止地摔倒了 好巧不巧就这样摔死了 仪仔猛地惊醒 看到还剩两次 心里暗自做了个决定 无论怎样都选择死去 那样一切就结束了 可死神强调惩罚会越来越痛苦和剧烈 而游戏的最后有着无法想象的结果 在等着仪仔 这次的躯体过着平凡的生活 是仪仔向往的那种 然而却被奉献了青春的公司开除 被视作一切的妻子提出离婚 活着似乎已经没了任何意义 唯一可求的只剩下了死亡 就仿佛曾经的仪仔 于是男人选择了自杀 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看到了自己也就是仪仔 而开车的人就是朴泰宇 那个改变了两个人人生的人竟然是自己 男人望向走过来的死神 祈求能够救救自己 但却激活了朴泰宇杀人的欲望 反应过来的男人转头又面向了自己 伸出手想交代些什么事 然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咽了气 很快一再醒了过来 其实刚才那一事 相当于死神给被惩罚人的机会 因为人类总是渴望让一切回到原点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次了 一仔依旧认为死亡是最低等的手段 死神没有说话开始了最后的惩罚 而这一次的躯体是自己的妈妈 就在她还未反应过来时 记忆和能力晶体飞了出来 儿子自认为非常了解妈妈 然而却只是冰山一角 她曾是个有梦想的女孩 后来变成了妻子 成为了母亲 与心爱的丈夫 以及因爱而生的孩子一起生活 可幸福的时光只是一瞬间 丈夫因意外早早地就去世了 当时一仔不理解妈妈 没有崩溃的理由是因为年幼的自己 单亲的妈妈经历的黑暗 远比孩子所承受的更漫长更沉重 但她从不抱怨 也没有放弃 只是默默地付出细腻的爱 可有这样母亲的儿子 却让自己过得不幸福 直至那一晚 一仔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妈妈隐约地感觉到了不对劲 就在她准备去探望时 却接到了警局的噩耗 儿子自杀了 她去冰冷的停尸间 确认死者的身份 看到长相的一瞬间 眼泪就止不住地打转 她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儿子 看着亲爱的家人的遗体 被送进焚化炉 死亡带来的伤痛 彻彻底底地被留了下来 警方调查自杀原因时 妈妈自责地认为是自己害了儿子 然而更痛苦地还远不止于此 同事家的孙子满周岁发来洗糖 妈妈递过去一打理经 便匆匆地离开了 可人家嫌弃家里刚死了人不吉利 根本就不打算用这些钱 无处宣泄情绪的妈妈 躲在卫生间里哭得气不成声 记忆读取到这里 一仔才发现曾对死神说的话有多愚蠢 死亡所犯下的真正过错 不是所受惩罚历经的12次死亡 更不是剧烈疼痛被火烧和肢解后的离世 而是心爱之人死去时感受到那种悲痛的感觉 一仔让妈妈感受到的地狱般的痛苦 完完整整地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她决定以妈妈的身躯活下来 清晨开往首尔的地铁上 坐着的都是竭尽全力生活的父母 在他们的面前 身为儿女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出尽力生活的话呢 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慢慢长大 那样才能长久地陪在他们的身边 浑川第一天下班 一仔浑沉沉地睡着了 但习惯性地在殡仪馆站下了车 她索性决定去祭奠一下自己 可走到自己的排位前才祭祈 妈妈每天下班都会来这里 妈妈在临位前向一仔道歉 希望她来生能够生在富裕的家庭中 自己只要远远地看着儿子过得幸福就好 但是下辈子 你一定要活到最后 此时的一仔多想和妈妈说声对不起 说妈妈下辈子我还想做你的儿子 然而却成了最遥不可及的失望 就在这时 一仔看到妈妈的鞋带松了 回想起自己曾和她约定好去五丰山 于是便以她的身份爬到了山顶 算是完成了那个未完成的约定 不知道妈妈能不能收到这份迟来的道歉 当晚下山的时候 一仔脚下一滑 从山上摔了下去 由于妈妈的躯体年龄大 这一摔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 期间还曾昏过去一阵 可一仔立刻醒了过来 这幅躯体是妈妈的 不能就这么死去 她拼了命地往上爬 然而最终还是昏倒了 当一仔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是在医院里了 直至此刻她才真正地意识到错了 既然妈妈希望儿子活到最后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 一仔在妈妈的躯体里活了32年 漫长的岁月里 她懂得了生命其实就是机会 原本自以为占据全部人生的痛苦 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 开心的一天 不开心的一天 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积累起来 就组成了人的一生 而在这一刻 一仔和妈妈共同离世了 突然她睁开眼睛 发现死神就站在前面 于是立刻跪了下来 恳求她再对自己开一枪 一仔想以自己的身份活一次 想再拥抱一次妈妈 这时死神掏出一颗特制的子弹 并称如果这颗子弹能发射 就可以获得重生的机会 反之就必须接受天神的惩罚 一仔颤颤巍巍地接过左轮枪 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她拨动的扳机 画面一转 她来到了她亲生的那个天台上 故事也在这里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